在影片開始前 不要忘記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開啟全部通知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次影片喔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小鈴鐺的頻道 那今天這一集呢 又是我們最可愛的主角小蘇啦 那非常多的朋友呢 在關心小蘇目前的三維數據 那由於她是女生呢 我們選擇對她比較有力的冬天 剛入冬她的食慾雖然還是很大 但是沒有相較於之前 這麼的誇張的時候 我們來幫她做了一個 今年度的身高體重測量吧 那體重一樣就是要使用人類的一個磅秤 體長的部分我們一樣量一個副甲的長度 來跟她分享一下 好啦我們現在費牌的步驟馬上來量吧 GO 好啦我們現在體重計的部分呢 已經準備好啦 接下來就是把我們的小蘇請出來啦 小蘇量體重了 要我抱你你還要出來是不是 我自己也越抱不動你了耶 那我們現在呢先來歸零一下 目前是零零 我們來把小蘇抱起來吧 小蘇目前的體重呢 已經來到了7公斤整啊 哇 之前記得測量的時候差不多是在 幾公斤啊 5公斤6公斤左右而已吧 又長大了喔 小蘇 又長大了耶 那麼可愛又長大又變重了 那我們量看她的體長吧 好不好 幹嘛啦 量你體重也不開心喔 太生氣 好那量好了我們的體重 我們現在要量的就是 負甲長度的部分 量負甲長度呢 小蘇更不會乖乖聽話 來啦 幫你量一下啦 你等一下量好 我給你吃一個 特別的食材 我們有準備了給小蘇一個小點心 就是 這次呢我在精心分裝飼料的時候呢 找到了一顆 巨大版的大乖乖 那我們等一下 最後呢 就給小蘇當一個獎勵的部分 也順便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好久沒有拍 大家最喜歡看小蘇吃東西啦 欸啊你去找體重計幹嘛 那不可以吃啦 這不可以吃呢 你看看你現在有多大隻啊 我們躺躺 躺躺啊好不好 躺躺啊 摸摸摸 躺一下 乖乖喔 躺喔 躺喔 躺一下 我們來量小蘇這個長度 你不要給我噴尿喔 目前負夾長度是31 好啦 躺好了 乖乖 問你 大家看有沒有很可愛 咦 好可愛喔 好 乖乖 欸 去哪裡啦 出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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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一直這樣跑 我怎麼 這邊上去躲啦 你要不要吃點心啦 我去拿點心好不好 嗯 我去拿點心 你等我一下 小蘇你想不想吃 超巨大的乖乖乖 過來握手才有乖乖可以吃 你要去哪啦 你要躲回去了是不是 天氣冷一直要躲回去 有這麼冷嗎 小蘇 那不給你吃超大乖乖囉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找到超大乖乖 這不是很多顆 我把它組裝在一起 而是真的是一顆 就這麼大 小蘇 吃乖乖 喔裡面很溫暖耶 難怪你一直躲在裡面 很舒服耶 聞到氣味囉 聞到超大乖乖乖囉 聞到超大乖乖乖囉 聞到超大乖乖乖 來啦 出來啦 出來吃點心 出來吃點心 跟大家打個招呼 說拜拜 就不朝你去 哪時候你的暖房了 超大乖乖乖 喔比小蘇的頭還快大了 喔比小蘇的頭還快大了 乖乖乖 乖乖乖 大乖乖吃 喔這麼興奮 幹嘛突然那麼興奮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影片 稍微的幫小蘇呢 做一個體重以及體長的測量啦 那如果喜歡今天影片呢 別忘記分享 並且訂閱 也可以打開右轉的小鈴鐺 那如果小蘇的朋友呢 更不要忘記給我們點個訂閱 趕快去點個訂閱支持我們吧 超可愛的小蘇呢 我是九頭 他是小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小蘇掰掰啦 掰掰了 好啦你吃吧 掰掰